中国的境外输入病例持续增加 截至星期日 累积去到353宗 国家移民管理局说 为了加强境外人士入境前的通报预警 已经向航空公司 即时收集所有入境人士的订票资料 提前通知目的地的社区 做好检疫准备 以及入境落地信息的细致 我们还主动地向各省区市联防联控机制 推送共享辖区的出入境人员的信息 目前是坚持每日 每隔一小时 来推送共享出入境人员的信息的增量 支持和助力社区 对出入境人员的防疫的管控 当局说通过这个机制 发现了超过100宗确诊病例 占了目前境外输入病例的三分之一 至于首都国际机场 航班分流到其他城市的安排 星期一起 会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国际航班 当局也提醒要防范疫情在水路口岸输入 一些14日内到过疫情严重国家停留的外国籍船员 不得在中国港口入境